我们汽车上的这些隐藏功能 不敢说有很多老司机 车开到报废都没有用过 直到三个以上的 可以算是真正的老司机 今天我就从外到内 从上到下的好好跟你们说一下 咱们汽车上隐藏的使用小功能 第一就是不知道我们的 以花轿条怎么更换 而且不知道怎么立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常我们都是立不起来的 立起来会伤到咱们的这个引擎干 可能会刮掉其 那么如何更换 如何让我们的以花胶条立起来 我们先教育一下 要先把我们的以花胶条立起来 特别的简单 跟着我的操作 打开电源 关闭电源 动一下我们的以刷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立起来了 那么立起来以后 来更换以刷 就特别的简单 对不对 把它立起来 咱们这里有个卡扣 往下一按 一扳 一推 咱们就拿起来了 更换的时候 那么安装也是一样的 先一按 一拉 然后再按一下 听见卡的一声 我们的以刷胶条 就换好了 第二 就是不知道我们的轮胎 什么时候最安全 很多朋友 开车过程中 轮胎没有补过 没有刮菜 但是 时间用了很长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给换 最好 其实 我们只要在轮胎上 找到咱们这种 轮胎缝隙里面 突出来的这种小架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安全高度 当我们的轮胎 台面膜到和它一样高度的时候 建议 及时更换 车外的 我们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车内的 车内的这些实用功能 也特别的有用 首先 就是咱们夜间开车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感觉 后面车辆开眼光灯 特别刺眼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这个防眩应功能 现在我们往下 拖一下 我们再能看到 后方车辆的同时 我们的这一个 也不用担心 后面开眼光灯 照射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第二个 咱们开车的时候 是不是太阳 特别的刺眼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这个遮阳板 把它搬下来 咱们的遮阳板 除了当铁 咱们的遮阳板 除了挡住 前面的这个阳光以外 我们把它扣下来 往特别搬 它还能挡住 特别的阳光 那么副架 也是同样的操作 它也是挡前面 以及挡侧面的阳光 那么第五 就是很多初心的朋友 加油的时候 不知道我们的油箱 在什么位置 其实我们只要 打开我们的电影 看一下我们的油箱 对不对 油箱这里有一个 小箭头 油箱在左 那么我们的这个 油箱盖就在左侧 那么油箱在右 我们的油箱盖 就在右侧 那么第六 就是很多朋友 就是开车的时候 有的坐得很高 有的坐得很矮 感觉我们的方向盘 使用起来不方便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 我们这个方向盘 下面的这个空间 我们往下一扳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 方向盘 就可以向上 或者是向下的台 有的朋友 还可以前后左右的调 这样可以调到 咱们正常的坐姿 调到咱们舒服的位置 这样我们再来 开车的时候 轻轻的 或者说有的朋友 是不是开车车 喜欢看一下 咱们的预料盘 这样也不挡住 不然有的朋友 开车车是这样的 预料盘挡住了 不知道转速是多高 那么就特别的尴尬 那么第一题 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 在坐车 或者是走车的时候 车辆能发出声音 有的切不可以 那是因为 你不懂得设计 你让它出声音 就设计为有声音 你让它没有声音 就设计为没有声音 怎么设计 我们来车内看一下 我们上车以后 点了火 找到我们的 这个车辆设置 这里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很多模式 有行车 对不对 我们有的是 紧开灯 有的是灯光加喇叭 我们找不到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只要通过我们的钥匙一按 那么它就有灯光加喇叭 你在地下停车场的时候 更容易找 咱们的这一个车辆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咱们的这个方向盘 有的朋友喜欢重的 有的朋友喜欢轻的 其实我们只要来找到这里 简直标准 沉稳或者是轻移 你就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向盘感觉 最重要的一种 咱们要记住 就是我们的伴女回家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什么是伴女回家功能呢 就是我们开车 尤其是夜间开车停车的时候 小区没有路灯 车停了以后 是不是灯直接就熄火了 那么我们就要摸黑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打开 我们的这个 带你回家功能 那么我们熄了以后 我们的灯光还亮着 那么我们回到家以后 我们锁了车回家以后 是不是咱们的这个灯光 还能照着你回家 可能有十秒 以后它会自动熄灭 这个就是伴女回家功能 这八个咱们的隐藏功能 你能用出三个都算老司机 你能用几个 在评论期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